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 在本轮的中超联赛当中有一场焦点大战 就是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武汉三镇 客场挑战本赛季的领头羊 上海海港俱乐部 最终上海海港队凭借下半场的三个进球 以3比1击败了武汉三镇队 那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 再加上同城对手上海深花 这场比赛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俱乐部 所以说武汉三镇队也是保送上海海港 拿下了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半城冠军 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 上海海港俱乐部在16场比赛当中 取得了11胜4平1负的成绩 拿到了37个积分 领先排名第二的上海深花队6个积分 在上半城联赛只剩一轮的情况下 那么半城的冠军已经被上海海港拿走 本赛季的海港状态的确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除了状态不错之外 那么本赛季的几次关于海港队的争议判法 对于上海队来说都是获利的一方 像本场比赛的话 上海海港再次获得了一个点球 只可惜奥斯卡没能在上半场打进这个点球 而更为关键的是开场5分钟 上海海港队也是收到了马宁的一份大礼 当时这个人行在回房的时候一个上扬手臂的动作 扫到了身后的队员 这一球被马宁吹犯了一个犯规之后 甚至还追加了一张黄牌 而正是这张黄牌导致了本场比赛的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在替补席上的吴飞以及韦世豪 都对于马宁的这个判法非常不满 而见惯了大场面执法过世界杯的马宁也不会惯着武汉三阵队的这两个替补 吴飞的反应还不算太激烈 所以说给了他一张黄牌就了事了 而韦世豪直接指着马宁的鼻子大骂 一分钟之内马宁给他出示了两张黄牌 直接将他红牌罚出场 使得韦世豪在本场比赛虽然在替补席 也没有办法去上场 而韦世豪我们知道本赛季的话也是武汉三阵俱乐部的主力球员之一 在前面的17轮比赛当中他参加了12场比赛 其中有10场是作为首发 绝对是武汉三阵俱乐部在下半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 所以说他的被红牌罚下 也导致了武汉三阵队在下半场的反击少了一把利器 那么人行的这张黄牌在上半场的第44分钟变成了红牌 他再一次鲁莽的犯规导致自己在上半场结束之前的一分钟被红牌罚下 那么整个上半场在人数对等的情况下 其实上海海港队除了那次点球并没有太好的得分机会 但是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 上海海港俱乐部下半场的30分钟之内连进两球 把这个比分扩大为2比0 尽管说在第74分钟蒋光泰也被红牌罚下 但此时对武汉三阵队来说已经是为时已晚 所以说这次充满争议性的判法又是对上海海港队比较有利 而伟师豪这场比赛的冲动行为 有可能收获红牌还不够还要后面面临竞赛的处罚 那么他这场比赛是指着马宁的鼻子破口大马 本身伟师豪也是一个脾气比较大的球员 对于主裁判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行为 不管主裁判的判法是对是错 那么球员的话肯定会遭到非常严厉的处罚的 那这个对于武汉三阵俱乐部来说将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作为上赛期的中超冠军 武汉三阵俱乐部截止到目前为止 仅仅取得了五胜八平三负的成绩 排在积分榜的第八的位置 别说是未免联赛冠军了 想要争取一个亚冠资格 难度都是非常大的 如今伟师豪大概率又面临竞赛的情况下 恐怕武汉三阵下半程的赛季并不好打了 好